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513集 又是萧蓝月 本来就是带伤前来 身体又极度不适 刚才这一掌已经几乎要了蓝叶云半条命 可是不等他喘过一口气 楚寒正便再度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而且招招杀手 不离他的要害 摇紧了牙关 蓝叶云拼尽全力躲闪着 眼底深处却闪烁着一抹冷力的光芒 阿哲 既然你已经将我困在了这个空间里 那么这里就当作是你和我的坟墓吧 我们生不能同气 此能同学也不错 便在此时 楚寒正已再度一掌击了过来 直取蓝叶云的胸口 眼看着已决然无法躲开这风池电扯般的一掌 蓝叶云牙关一咬 某中闪过一抹冷锐 当初准备拿来对付魔族的 那玉石俱焚的一招 已经准备出手 谁知下一刻 也不见楚寒正有任何动作 蓝叶云便猛然感到浑身的灵力 仿佛凝制了一般 再也动不了分毫 不等他想出应对之策便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楚寒正这一掌已经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胸口 凤凰神的神力再加上妖皇的妖力 这合二为一的力量绝对不是如今的蓝叶云可以承受的 刹那间只听咔嚓嚓树声翠响 肋骨已经断了树根 五脏六腑更是仿佛被生生震碎了一般 痛得已经不知道到底哪里在痛 不止如此 蓝叶云那高大的身躯竟硬是被楚寒正这一掌打得直接飞上了半空 一股血雨从他的口中喷了出来 更带着一些内脏的碎片 恐怕这一次真的是活不成了 一指向后飞出去了老远 他才扑通一声跌落在地 口中的鲜血已经不是涌出那么简单 根本就仿佛绝地的洪水源源不断地往外喷射着 而且已不再是原先那鲜红的颜色 反而变得漆黑如墨 意识几乎刹那间彻底丧失 却又幸亏因为胸口的剧痛 才令他勉强保持着最后一次清醒 耳边已经听到楚寒正疯狂的冷笑声 怎么想跟我同归于尽 难道你忘了吗 你所有的底细我几乎全都知道 怎么会不加防备 而且不妨告诉你 我就是在等着你用这一招 好把你彻底消灭 是啊 怎么忘了呢 他们曾经是清心相恋 不离不弃的恋人 楚寒正知道他全部的底细 蓝叶云微微苦笑 拼尽全力轻轻摇了摇头 我 我无话可说 来之前蓝叶云的确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换回楚寒正的本性 就只好用那玉石聚焚的一招来和他同归于尽 也算是为涅槃大陆除了遗害 虽然端木俊仍然可以继续黑化凤族人 但那些就已经不是他能够改变的了 而且原本他是想着既然他体内的帝王之血能够抵御楚寒正的黑化 说不定也可以用这些血换回楚寒正的本性呢 谁知两下里一照面 楚寒正根本没有给他机会去尝试一下 便下了杀手 难道这也是天意 眼看着蓝叶云即将一鸣呜呼 楚寒正脸上却只有一种心腹大患即将被铲除的轻松和得意 手掌更是再度缓缓抬了起来 既然无话可说 那就乖乖下地狱去吧 虽然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但是看到楚寒正一掌飞来 求生的本能仍然令蓝叶云不自觉地挣扎了几下 可是这几下动作不但没能让他一动分好 反而感到胸口又是一阵剧痛 血也吐得更多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这大量的黑血吐出之后 他竟然感到体内难让他生不如死的骨胀感 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一直阻塞的经脉也突然畅通起来 就好像终于被疏通的河道一般 连呼吸也变得比之前更顺畅了 不过那又怎么样 眼看着这一掌即将击中自己的脑门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脑浆蹦裂的一幕 不由一声苦笑 但却舍不得在这最后一刻闭上眼睛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楚寒正那张绝美一如往昔的脸 仿佛要把这最后的记忆一起带进地狱里去 尽管已经决定微笑着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 可是就在楚寒正的手掌贴上自己脑门的一瞬间 蓝叶云还是本能地微微闭了闭眼 跟着便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他不由呵呵地傻笑了起来 哎 居然不痛 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好像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恐怖和难以接受 至少死了之后果然就没有了任何痛苦 可以彻底解脱了 谁知刚刚想到这里 便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耶 时机刚刚好 姐姐 差不多就得了 别太过分哦 萧揽月 蓝叶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由猛地睁开了眼睛 那个站在自己面前 白衣飘飘的俊美少年 不是萧揽月是谁 这一瞬间 蓝叶云简直已经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心中的惊喜 不是因为总算捡回一条命 而是因为只要萧揽月出现 那就说明阿征有救了 涅槃大陆有救了 所以尽管是堂堂七尺男儿 他却激动得热泪盈眶 而且很快便气不成声 你 你 我 我 谢天谢地 你终于来了 虽然非常明白他的心情 萧揽月回头冲着他微微一笑 好了 不用说 我明白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 你如果累了 就先睡一觉 睡一觉 拜托 浑身上下痛得我连昏都昏不过去 还睡一觉 不过就在此时 萧揽月的右手突然轻轻挥了一挥 一团金黄色的光芒 便缓缓地将蓝叶云包裹了起来 顿时令他感到浑身暖洋洋的 好不舒适 连那些剧痛也一下子减轻了许多 他不由闭上眼睛吐出一口气 果然感到疲倦排山倒海一般涌了过来 楚汉正的记忆既然不受到任何影响 显然也不曾忘记萧揽月这个人 所以他一出现 他便不自觉地咬了咬牙 我就知道 这天上地下 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坏我的事 非你莫属 萧揽月嘻嘻一笑 丝毫不改往日地调皮可爱 嘿嘿 这个时候我当然要来坏你的事了 要不然 你将来一定会后悔死的 可笑 楚汉正一灰衣袖 满脸冷力的不耐烦 蓝叶云是我们妖凤一统天下 最大的障碍 我好不容易要将它除去 却坏在了你的手里 要说后悔 我现在只是后悔 下手太慢了 刚才我若是少说几句废话 再快一点 不能 萧揽月依然蒙蒙地摇着头 不怕告诉你 我是一路跟着凝王到这里来的 而且一直守在旁边 所以不管你的动作有多快 都始终会慢我这一步 至少今天凝王的命 不会断送在你的手里 楚汉正这才真正吃了一惊 什么 你刚才一直都在 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凭他现在的本事 就算是端木俊 也休想在他面前完全隐藏行迹 萧揽月竟然做到了 回头看了看 几乎要失去知觉的蓝叶云 萧揽月叹口气 摇了摇头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多说了 不过姐姐 你也不用着急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说着 只见他的手轻轻一挥 地上的蓝叶云便已经到了他的背上 眼见又要功败垂成 楚汉正自是气急败坏 脚尖点地飞奔而来 右手五指弯曲 对准萧揽月的咽喉 狠狠地扣了过去 把人给我放下 然而下一刻 他便只来得及看到眼前金光一闪 等金光消失 萧揽月和蓝叶云 竟然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 偌大的一个空间里 竟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冷王还有二十多集就要完结了 欢迎大家去收听神隐的新书 豪门顶级圣婚 召见新兴的他 如果感兴趣 就去订阅吧